今天继续挑战花尔门寄什么花,就给他救活什么花 初宝寄来一个球篮,反正球篮他们收到的这应该是第三盆了 前面两盆基本上都是死掉 死掉一大半 一大半 都是基本上死掉一大半,活下来的就只有了了 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是这么快来的,我以为是给我寄来的什么东西还那么重 看到没 小灰应该一听那么重,你就知道个为啥了 知道了,要命了,要命了,拿了个牛来 这个啥土,泥土 它掺了没啥走 你这是干送吗,干送吗,你这是养花吗,宝贝,你这是抛键菜还是烟 哎呀 你在玩能养花吗,宝贝,你觉得能养花吗,你觉得 你养不了,养不了,我给换面说一下,你 在这里本来有两根还死了一根上面 这个要充分吗 快死了 这个 就快被淹死了 那这个花友的这个球篮呢,就是长时间的这个鸡水鸥根 今天呢,借着这个事给大家叨叨一下球篮 老花一呢,也是有十几个品种的球篮 球篮的养货,首先第一点,你掌握住光照 喜欢光照,但是比较强光的暴晒 浇水呢,干了再浇,你不干别老浇 你浇那么多水干啊,这样玩耐汗能力很强的 用土哈,你一定一定要了解,一定要松软透气 一定要干湿循环,你要不然那根全烂没了 好吧 最低气温不要低于5度啊,大部分的球篮它都不耐寒 基本上都能冻死 通风要好一点 肥料的话选通用型的 有话说,现在你这个你怎么救 现在呢,我就把它扔到我白井河果鱼这里了 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白井河果鱼 来,现在都长成这个样子了 我就把它这种,给它扔到这 用的这个潮土和潮气啊,因为它倒是会长气根 你知道吧,我就直接扔到这就行了 稍微埋一埋在这个根系,别的就没啥了 就用潮气去让它自己反应就行了 好吧 关于球篮养货呢,大家可以多翻一翻之前的视频哈 老花姨对于球篮这个讲解 这讲解的还比较详细的 好,觉得不错,就点个赞 我是老花姨 想起来一样的出口的视频我们后台啊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拜 哈哈哈哈